今天非常開心參加這麼有意義的活動 然後當然最近本人的喜事也蠻多的嘛 也算是參加這樣子的公益活動 我覺得是喜上加喜啊 所以謝謝大家 大家好我是林一格 然後今天也是非常非常高興 因為我記得三點前我剛剛回到台北的時候 我第一個活動就是擔任那個紅心智慧的代人 所以這次非常高興又可以帶回來 哈囉大家好我是陳一如 對的非常開心可以參加這樣一個奉獻公益的演唱會 而且又是在父親節的前夕 所以希望到時候可以貢獻我們一點小小的力量 然後讓大家更多人注意紅心智慧 還有這些弱勢家庭的兒少們 那我們都知道說這一次演唱會 真的就是要獻給父親嘛 其實父親對小孩來講就是他們的捐款人啦 那這些捐款人 他們都很熱情的拿出很多的金錢跟物資 來去幫助這些小朋友 所以你們也是要透過這場演唱會 然後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回饋這些捐款人們呢 其實很簡單啦 因為我覺得台上的都是歌手嘛 當然我們當然是用我們的歌曲音樂 來回饋所有 不管是捐款人 或者是很多有需要的 因為我覺得音樂它是一個 它很特別 它是一個有氛圍的東西 它的音樂傳遞出來就是一種力量 傳遞出來就是一種 當然我感受到的一種凝聚力 所以我相信在八五號的那天晚上會非常的 非常的感動 然後非常的棒 對 其實我也沉澱了一陣子 然後今天出來見大家 又是做一個這麼有意義的事情 我其實是滿興奮的 嗯 那陳一如呢 其實我覺得 有很多的一些公益團體 慈善團體 或弱勢團體 是真的需要大家的注意跟幫助 對 而不是只是一時的性情 那可能最近大家知道 因為八仙城堡的問題 所以大家注意到很多燒燙傷的一些 燒燙傷的一些朋友 是 那其實我自己啊 對於小朋友跟老年人這一塊 我會特別的注意 因為老年人可能 因為我爺爺三四年前過世 對 那我對老年人就是會有特別的一些 喜愛的感覺 有時候在路上看到一些老先生就想到爺爺 也會特別有感觸 對 那一些小朋友 因為我本身也很喜歡小朋友 所以我覺得 他們那個美好的童年 是真的人生很重要的第一步 你要有一個很很 比較完整美好的童年 那你之後的一些發展會更好 是 那其實像我自己寫滿 滿多歌都是抒情類的歌曲啦 我覺得喜悅分很多種 像我自己在個人專輯裡面 2007年有發過個人專輯 對 而且裡面有一首歌我自己很喜歡 叫做記得愛 我覺得其實這個世界上很需要就是 大家都在談 比如說 關愛 談集氣 談 你要對這個社會 你要很多的 你要付出東西 對 可是我覺得很多時候我們 為什麼會願意付出 所以你記得很多 可能你的 你的爸爸 你的媽媽對你的愛 或者是你的好朋友對你的愛 我覺得愛就是一種傳遞的力量 所以當天我也會演唱一首歌 叫記得愛 對 完全沒有感覺到 因為我父母就是沒有跟我講 沒有給我任何壓力 就想讓我說好好讀書 然後完全不知道 原來那時候的家庭是那麼困難的 所以就是呼籲大家可以讓 讓你這些小朋友 不要度過那個難關 讓他們可以健康的成長 哦 真的就很像 很多的捐款人 其實 因為很多小朋友 他們真的沒有父母 所以真的就是靠著捐款 一路上有你這樣的支持 跟關愛 哇這個心情真的相當不錯 那來看看活力的陳奕如 呃 像我個人的專輯的還在夏天呢 因為現在又是夏天嘛 那那個MV到杜拜拍非常陽光活力的感覺 那最近就是喜歡唱唱跳跳 哦 所以我希望8月5號那一天 不只有我們捐款人的父母 捐款人嘛 可能大部分是父母 對 可能你可以帶著你的小朋友來 或者一些弱勢團體的小朋友 洪新智慧可以帶一些小朋友來 然後到時候可以跟我 哥哥 叔叔 一起唱唱跳跳 對 希望有一個很有活力很溫暖 爸爸 很有活力溫暖 又充滿愛的一個夜晚這樣 是 好這個時候呢 既然也有已經請到三位這麼重量級的來賓 是不是先讓媒體拍個照